台北市天津街附近有很多老旧的房舍 当地的居民已经同意都庚 同时还有相关的配套计划 但其中在中间有这么一块国有地 也因此让都庚计划无限的延期 居民四处成情长达五年 但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果 抱着孙子高先生好无奈 在这里住到第三代了 回家的路却越来越脏乱 看看这一整片荒废的草地 用铁皮围起来 里头垃圾酒瓶清晰可见 更别说半夜里出路危险 这连大白天治安也让居民心惊胆跳 有一些陌生人都来这边走动 喝酒醉的 但这不是郊区也不是平民窟 站上至高点一桥 繁荣的台北车站就在左手边 刚盖好的百货转运站也近在眼前 但这块地明明夹在市中心 都跟去指示美梦一场 关键就卡在这一层层的铁皮屋 上头喷着国有地字样 从北平东路到市民大道 夹着这一块地 70户居民总共有2927平方公尺 里头却包括了国产局跟台铁等地 要都跟得些经过室友地国有地这一关 那这些房子难道这些屋主大家都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更新吗 不是嘛 对不对 卡在政府的问题啊 政府机关有很多单位都在抢这块地 这个案子里面有比较大面积或一定规模的国有土地或市有土地 他们都有他们的处理原则去进行 但政府的国有地闲置不止这一笔 光是台北市就有174处 地价繁华的大安区 基隆路二段就在六张米捷运站 车潮人潮众多却空着养蚊子 而近年来政府财政困难 台北市520公顷 如果都能够活化 或许也是一种排原节流的办法 全看主管机关如何规划 专身问题事件秋春台北采访报导